大陸海警船本來就不能睡覺 因為菲律賓根本不讓你睡覺 你怎麼可以睡覺 大陸海警船這段時間很辛苦 包括說要在黃岩島 要在這個仁耐礁 要在仙兵礁 去應付菲律賓頻頻的挑釁跟挑戰 菲律賓的用意在哪裡 就是說他想用某種形式 爭取這三個島礁的島礁主權 然後用國際海洋法的 所謂的這個2016年的裁決 來模糊這個焦點 他忘了一件事情 島礁是島礁 海洋是海洋 國際海洋法不管島礁 島礁的主權也不干 國際海洋法的事 可是他用這個做理由說 這個在我的經濟海域裡面 我可以來搶這個島礁 但是全世界沒有這種案例 但是他就來挑戰 為什麼 因為他代表美國來挑戰 他代表美國來製造 這個南海的某種形式的衝突 看能不能引起意外國家 對中國的集體反彈 然後讓南海所謂行為準則 能夠這個胎死腹中 然後最後讓美國有持續干預南海的權力 那為什麼不是所有的國家 是集體對菲律賓反彈呢 其他的國家跟美國也有很複雜的關係 而且對他們來講的話 這個島礁的主權爭論跟他們無關 他們也不方便介入 就看你中國怎麼處理 那中國大陸現在的處理 叫做軟著陸 軟性的處理 準備長期抗戰 要打一種太極旋 你來我推 你來我推 那發生這種碰撞 就是挑釁這個升級的一個訊號 菲律賓要逐漸的升級挑釁 那中國大陸叫做管控措施 管控措施 就是能夠把它壓制在一定程度 但是沒有要把它驅離 這個就是問題 當你這個壯士不斷亂 會不會下一次二十年後 這個問題還在 你當年所謂的倫耐礁的那個破船 你這二十幾年前不處理 拖到現在你更難處理 你每一天燒香拜佛 希望馬德雷山那颱風來能夠解體 第一個偏偏颱風不來 第二個偏偏它不解體 第三個偏偏菲律賓不斷地加固 那這個問題就會形成一直待下去 那中國你是好在這個高度的耐心底下 然後這個某種程度只好跟它推來推去 你說你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有嗎 堅決國家要維護國家主權 就大砲拿出來把他打了就對了 在維護國家主權 那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基本上的 哎呀 責任都是你的錯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相互責罵 你並不要把它驅逐 要維護國家主權 就要把侵入國家主權範圍裡面的公務船隻驅逐 你驅逐的不是漁船 你驅逐的是海警船 這是公務船隻 你有權利可以驅逐 是是 就像說台灣的漁船 台灣的公務船 只要稍微進入菲律賓的經濟海域 菲律賓的船出來馬上就驅逐了 驅逐我們的船 那請問一下這個已經到了島礁內部 你這個怎麼講 這個問題 病症不及早治療 拖到後面 你會越難治療 所以中國大陸越忍讓的結果 當然可以博得其他國家能眼旁觀 可是你越忍讓的結果 菲律賓就會加大籌碼來挑戰你 你以為菲律賓國家小 不敢挑戰你 你錯啦 他每一次跟你挑戰的時候 他就可以從美國拿到很多很多的好處 因為你明明知道 美國就是要打壓中國的崛起 好不容易找到有一個打手 他怎麼可能會放手 而且這個打手在美國 又有很多的私人財產 他當然要跟美國討價還價 他基本上小馬可氏就是美國人 你不用懷疑 他只是當選菲律賓總統 就像說賴清德是美國人 你也不用懷疑 所以你這種忍讓的態度 最後只會給自己帶來很多的麻煩 美國總統也經常要躲到大衛營 去休假個一兩個月 而且拜登的休假次數更多 那中國的國家主席 好像不能休假 每個禮拜都跑出來 給大家看一看是不是 對不起習近平正在休假 然後在休假期間的話 很多人就放消息 習近平看不到啦 身體健康啦 有政變啦 有權力鬥爭有沒有 海外謠言滿天飛 因為即使問題不是習近平有病 而是發這些消息的人有病 真的是如此 每一次都是這個德性 這個有關於大陸的這個央媒 對於這個蘇林的報導 沒有那麼詳盡 反而越南報導的很詳盡 我的判斷是大陸有在觀察蘇林 故意壓低這一次的重要性 那對蘇林以及越南的國家領導人 毫無例外地戰要到廣州來 為什麼 因為越南的國父胡志明 搞共產黨的時候 地戰就在廣州推動 所以那個某種程度來講 等於是他們的革命的起源地 所以來的時候可以提高蘇林 在越南境內的一個接班的法統地位 因為他是突然間冒出來的 是 前面吸刷吸刷 已經清洗掉兩三次以後 他突然間才冒出來 而且他以公安部長負責清算 其他人冒出來的 這個位置能夠坐得多 我們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必須要有經濟發展的政績 才能鞏固他的權力的基礎 而且這種法統上 比如說我們臺灣有些領導人 就是一定要到中山嶺去舉個功 就表示你是國民黨的正統接班人 類似的這種道理 越南以前胡志明在中國做什麼 我這樣講你們聽懂了 他是國共合作時候包羅亭的翻譯官 那他翻譯官同時拉攏很多越南年輕人 成立一個越南革命同志會 這是當年的胡志明第一個革命團體 有點像孫中山的興宗會一樣 或者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小組 類似這種東西 所以他來的話走到那個會子裡面 然後傳回去你看吧 我接班啊對不對 我像我們的先王對不對 祭拜了大概這個含義 接下來到北京 他當然希望能夠緩和一下 這個兩國之間的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因為越南最主要鐵路交通不發達 然後所以造成這個電力運輸也不發達 然後再加上他出口要到美國去 然後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中國賣貨到越南 越南賣貨到美國 所以越南對中國大陸就出現了比較龐大的逆差 第一大逆差就是對中國大陸 我看佔了快二十Percent以上 第二大逆差是對誰 是對韓國 第三大逆差對日本只有三五個Percent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經濟結構 他希望中國能不能給他多一點訂單 能夠這個縮小貿易的逆差 第二個就是現在他當務之急 他現在鐵路還是法國殖民時代蓋了鐵路 你看多落後 他的軌距還是一千毫米的 不是現在世界上的標準軌 一四三五毫米的軌距 所以很多車廂 對他來講是有問題的 他運貨不多 運人不多 那他想要改變可是沒錢 那沒錢的話 當然又擺盪在日本跟這個中國之間 要不要建高鐵 還是建一般鐵路 然後另外從中國接到海防這條鐵路 什麼時候換成標準軌 那到底是誰來換都是問題 然後中國看在能源裡面 你想要兩面討好 那我幹嘛重視你 所以我判斷是故意 要是把這個消息壓低 原因在這裡 這不難 沒有才怪 對啊 因為你說台灣船有很多 也沒有很多 反而經過台灣海峽的船隻 比我們臺灣自己的船還多 所以蒐集這個資料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那我們有沒有蒐集 大陸的 我們有嗎 當然有 總共也沒有啦 對也有啦 不過這三艘船 他們可能是有點的 有點比較特殊 是因為八月十六號開雨了以後 很多這個臺灣海峽上面 不管靠近金門 靠近澎湖 有很多很多的兩岸的漁船 密布 那剛好有一艘叫做 閩龍魚六零八七七號 大陸的漁船 然後不曉什麼原因沉沒 所以他們這三艘船 是跨過臺灣海峽中線 來救這一艘大陸的漁船的 不過我們臺灣的海巡船先到 我們先做救援的工作 然後他們過來的 跨越海峽中線 那沒多久就回去了 沒多久就回去了 所以這個裡面是 大家都是要救一艘大陸的漁船 那共同出動了 這裡倒不必要把它政治化 或太過敏感 未來你說什麼 臺灣的漁船不成了 我也不相信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這些海難事故 所以為什麼東海舊一一五跑出來 原因在這裡 有這一艘叫做閩龍魚六零八七七 但是沉沒原因不詳 沒有人知道是為什麼沉沒 但是他有呼救 那臺灣的海巡也跑過去 大陸的也跑過來 我覺得不是好事 不是壞事 不是壞事 那臺灣也不是那麼酸溜溜說 我們都已經在幫忙了 你幹嘛故意跨一個海峽中線 是有這個味道 那臺灣海巡署的觀點是有的 你講這個幹什麼 我覺得不必要 這個時候大家少說話 多做事 那為什麼衛福部的次長可以出軌 那交通部長不能出軌 我不知道民進黨的標準是什麼 人家衛福部的次長不但出軌 還有生小孩對不對 還有民進黨有立法院最重要人士 也是一樣好厲害 對不對 我們都好羨慕啊 但是就事論的時候 我不否認就是說民進黨 從以前到現在用的交通部長 只有這個比較專業 只有這個比較專業 結果任期才九十二天 因為他在別的地方也專業 所以專業相衝突 就好下來 我們在觀察一個官員 他到底做事能力怎麼樣 是他比林佳龍強很多 比林佳龍以前用的外交通部長 真的強很多 我們這人絕不否認 所以你看如果說現在 這個周榮泰內閣裡面 有哪幾個真的屬於專業幹財 不多了 李孟宴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以前他擔任每個職位 風評都不錯 就是說他辦事積極 處理能力很強 然後各方面的這個條件 都讓人家讚嘆 就是民進黨裡面怎麼有這種咖 不過英雄難過美人觀 這個但是你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每一個人看到這個新聞 關起來 女主角好不好看 是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那如果專業的 你也待不久 問題是就是私德的問題 他自己都承認 也道歉 認錯社會官員不佳 所以就走了 表示這個人 對這個自我要求 承認錯誤 還是很有擔當 不像某位這個次長 對不對 是 不太一樣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Do Your Care